股市之后是房市 明年1月1号之后的房屋交易 是用新的土地公告限值 由于实价登陆上路之后 有更多成交价格资料可以参考 房仲业者就预期 土地公告限值仍然会调涨 为了避免被课征较高 土地增值税 会刺激有这个卖屋意愿的屋主 在12月底前加速释出房屋 预期年前成家买气 和赶在12月底前完成的售屋需求 应该会带动房市交易增温 因此有业者预估今年12月 买卖移转件数可以达到3万件